日本代替團 韓國代替團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7月28號的晚上在成都舉辦了世大運開幕儀式 那中國那邊叫做大運會 而中共為了確保大會這期間是個大晴天 絕對不能下雨 於是花了500萬人民幣搞了氣象戰 採購了一堆化學藥品打到天空 武統成都讓原本一直在下雨的成都在大會前放晴了 我在想四川這幾天撇除掉成都之外 很多地方都有大暴雨造成大洪水 是不是這個化學藥劑東風飛彈害的 把成都這個地方的雨量轉移到其他地方 造成很多地方有過量的暴雨造成淹水 造成財政損失造成經濟損失 你們看一下這個打到天空的總彈藥素 差不多加一加4000多枚飛彈打到天空 台灣都沒被你打下來 你先把四川其他地方弄氣下再打了個一片 還天天說台灣在搞氣象戰把颱風引過去 美國在搞氣象戰 兩年前的鄭州水災你們不說美國在搞氣象戰 你們中國也很牛逼啊打了4000多顆 你怎麼不挑戰看看阻擋颱風 過幾天不是又有一個颱風要繞過台灣直撲中國了嗎 快打40萬顆飛彈過去啊 讓颱風轉向去日本 欸這不是你們的心聲嗎 我們還是要帶大家來看一下中國沿海啊 最近因為這個颱風狀況有多慘 攝影院이라고說 我那個時候已來閉路會用太多的 透明 completel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印象中就算台风直接来台湾 在大城市好像也不曾见过 像中国烟城这样的境界 那不仅沿海地区 连山东济南都出现了大烟水的状况 带大家来看一下 太扯了吧 下个雨 这样子济南那边好像也没什么台风 漂浮列车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 淹水程度其实比中国来说滴得非常轻 但是啊比如说这个水淹到轮胎或是淹到脚踝 台湾媒体就说大淹水完蛋了 执政党出来道歉 但是在中国这边已经是快淹没一个人的高度 甚至快把一二楼的屋顶给淹没 这样的高度 小粉红却说台湾又老又穷又破 你看一下 你们连在高楼大厦都市区都可以淹到一二层楼 然后那个车子都要随着水飘来飘去 我应该有生之年在台湾的都市没有看过这种情况 你们的高楼大厦在繁华连下水道工程都做不好有什么用 一个暴雨就让地铁淹没还没台风哦 你们地铁设计就是有问题嘛 虽然台湾二十年前的捷运也有大淹水 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我们的捷运设计比起你们的捷运设计 我们有减缓淹水的流速 我们有用高低差去设计 如果大淹水大暴雨的话 我们让他这个时间可以更延缓 但是我们二十年前那一次捷运大淹水 规模还是输郑州地铁 你们有印象这几年台湾有哪个大城市被水淹到 像刚刚影片看到的那样吗 如果没有的话小粉红在靠腰什么 过几天还有一个台风绕过台湾直播 中国扫打嘴炮赶快做好防台准备啦 就在成都世大运开幕当天 自然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去参赛 因为比照奥辉规定 而又是在中共的地盘 虽然中共各大媒体与微博上主持人都是说 中国台北对来吃豆腐 但中共主办方因为要遵循奥会规定 在场上的广播也没有说中国台北 字幕也没有打成中国台北 是Chinese Taipei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进场的香港跟澳门 是打China Hong Kong还有中国澳门 这不一样的吧 但是我国队伍进场之后啊 虽然主持人广播的是中华台北 但央视的主播依然念着中国台北 而中国的观众那是一个个高喊 而日本美国韩国队进场的时候啊 中国鸦雀无声笑死 因为中间会穿插什么其他的一些国家嘛 你看日本进场 然后其他观众就 下一个进场的是中国澳门 然后所有的中国观众 然后韩国进场 韩国进场完是这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跟一些中亚的国家进场的时候 小粉红就这样 然后一堆小粉红在网路上说 这是民意 这是明星之所向 中国人民都是讨厌这几个国家的 我真的会笑死欸 你们从来不去 你们高喊高呼的那些国家旅游 游学移民 你们小粉红如果有钱出国 留学也好 移民也好 长居也好 你们选巴基斯坦 中亚 柬埔寨 还是你们学美国日本韩国 跟我说明星之所向 你们最爱移民旅游的国家就是欧美日韩 美国大使馆天天大排长龙 一堆中国人无时无刻 都想透过复杂的面试签证 财力证明啊 什么什么学历证明啊 你跟我说你们最恨的是这些国家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人格分裂的事情呢 我建议诺兰 可以拍小粉红题材的电影 一定够烧脑的 如果你拍的话 小粉红你们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 中共在前几天就要求这些参加开幕式的观众 一周要彩排两次 什么队伍进场 要做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都特别交代过了 需八个小时过安检 二不能带包不能带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 三安检完成后原地带转 不能离开指定地点上厕所不许 所以推荐准备足够的成人纸尿 大国公米娜 按次序退场 最晚的退场时间预计是凌晨一点 所以头天需要保证休息 开幕式前一周有两次彩排 都需要参加 你们看一下谁活在楚门的世界 什么都不知道 不仅如此啊 我国代表团掌棋官廖宇任小粉红啊 一开始纷纷被廖宇任甜美的外表给吸引 还登上热搜 在大家来看一下热搜上说了些什么 中国台北起手好可爱好甜啊 我知道你们也看到了 我们中国台北的起手妹妹好可爱呀 还有人把他照片都给扒出来了 廖宇任身高一六四 此次担任中国台北队队长 是活泼娇小的元气甜妹 这位弯弯小姐姐可能是第一次来笑的好开心 台湾什么妹子 导播还是很懂的嘛 没有给台湾旗帜镜头 就像年轻的hippie 小洞洞 不懂就问 不应该是中国台湾代表团吗 标准说法是中华台北 解放弯弯 刻不容缓 同胞好可爱 甜妹收复台湾 正派妮 前往福建金字督战 台湾甜妹 祖国统一 但是啊 好景不长 廖宇任现在被小粉红出征抵制 因为小粉红给挖出来了 廖宇任曾经说过 我要出国比赛了 而这个出国指的 就是到中国成都参加四大鱼 这就让小粉红抓住把柄 台湾来成都你怎么可以说是出国呢 我们都是一中框架 都是一个中国 所以你要说跨省 甚至你说出境都可以 我真的会笑死 出境就是出国嘛 在那边玩什么文字游戏 不然你跟这个外国人说出境出国 都一个意思 你们的机场也是把台湾归在国际线啊 还想用出境 代替玩文字游戏 带大家来看一下小粉红是怎么骂廖宇任的啊 注意他是台独 建议台独即刻出去 知道是台独以后就不喜欢了 台独那算了啦 叫你台独 我叫你台独 统一和他我选择统一 评论区真的是让我见识到的 台独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也是很可怜啦 台独要打TD啦 中华民族打英文的TD啦 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坏 你出现在电视上那一瞬间 大家都注意到你身上了 还上了微博热搜 结果却被大家说你是台独 很漂亮 可是台独的话很减分耶 有被晦气到 没想到你是这种台独丢脸的身份上热搜的 还蛮好笑的 到底是什么人觉得这位小姐姐甜又好看的 没见过美女吗 台袜子今天早上集体努力刷存在感的样子真的很可怜 听说你出国了 别搞笑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像你们这种台独我欠多了 真的很抱歉我们这边有不太理智的人 对你进行人身攻击 希望不要对你们造成困扰 台湾对加油 但愿你们能成功 这个人应该是明白人 已经妥协到只用中华台北 拿奥迪多一圈的这个不知道什么鬼的旗帜去比赛 这样也不行耶 连在台湾都不能说自己是台湾人 要说自己是中国人 出国这个词都还不能讲 不表态都不行啊 还要被逼表态 不仅如此啊 一位就职于四川商务厅的学者 现居马来西亚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啦 估计他的资产应该在新加坡之类的 然后呢他爱党爱国 发文痛骂欧美日韩台 带大家来看一下他痛骂了些什么 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前提是朋友 对于日本美国这种不要脸的国家 沉默已经是很给脸的 没基地喊垃圾滚灰屁就好了 大运会应该跟日本整点辅导专供食品和饮用水 不习惯吃我们四川美食音响比赛发挥就不好了 日本那个鬼天狂那样猥琐的样子 加上皇后脸上整点白色彩绘 活脱一个异计 另外菜英文咋不来举棋呢 哇还敢讲日本这个核废水的东西啊 你们中国不排核废水吗 你们中国的核废水的标准低于日本的六倍之多啊 那你们是不是吃 你们吃完了怎么样了 科技鱼很活啊还笑日本扫你六倍的啊 这个就是中国学者说出来的话 我真的会笑死 这是不是跟我们一般在网路上遇到的小粉红一个鸟样 还学者耶 难道在网路上跟我们呛的小粉红都是学者吗 那普通人的文法还得了 好像也是啊 我也遇过很多文法真的是乱七八糟 错别之一堆的小粉红 这个足语副词啊动词啊这个语法乱七八糟 哇我宁愿看英文我都比较好瘦耶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好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892千的掰